本港銀行上週加息零點一二五離 按息升至十五年高位 宅外用家入市異獄 二手交頭持續外濟 加息後首個週末 十大指標屋苑僅六兩宗成交 按週急錯預七成 多達八個屋苑零成交 其中被譽為樓市風向標的州與蔥太古城 七月份站僅七宗買賣 為2019年8月後 近四年按月最少 中原地產統計 十大屋苑過去週末六兩宗成交 較對上週末的七宗減少百分之71.4 以連續13個週末六得單位數 令成交屋苑增至8個 中原地產亞太區副主席兼住宅部總裁陳永傑表示 美國在加息 香港主要銀行亦跟隨上條最優惠利率 買家對後市觀望 加上發展商積極推盤 部分更減價搶客 導致二手進一步授押 太古城於過去的週末零成交 中原地產資深區域營業董事趙雄運表示 加息影響 准買家入市審慎 加上業主持貨力強 大多不願割價 以至買賣拉鋸 太古城七月站六七宗成交 對比六月全月十一宗小約百分之四十五 平均實用尺價17352元 難月跌約百分之二 翻查數據 約本月成交量最終維持七宗 細創該屋苑2019年8月的五中後新低 新界三大指標屋苑沙田第一城 天水圍嘉湖山莊及東沖影灣園周末軍未開單 中原地產副區域營業董事伍耀祖表示 天水圍以剛衰客及基層客為主 美國再度加息 買家轉趨審慎 加上區內損盤已被消耗 准買家入市意欲低迷 其他地區二手成交外制 大埔白石各連錄得兩宗涉釀 中原地產副分區營業經理徐嘉倫表示 海日灣市一座高層厄室 實用面積789方尺 三房間隔 原業主早前將單位連車位一併涉放 開價緊1100萬元 維港銀再度加息後 上週六、29日、減5萬元 中二1095萬元沽出 實用尺價13878元 據了解 原業主於2019年初二1276.6萬元一手購入單位 其後二約249萬元買入車位 總入市金額約1526萬元 現時貨預四年賬面虧損約431萬元 涉幅超過28% 美聯物業營業經理蔡傑文表示 大埔白石各浪圖8 座低層二室 實用面積766方尺 於上週六以938萬售出 實用尺價12245元 原業主持貨四年賬面虧損38.4萬元 或4% 西貢低密度豪宅有業主洩洗費 世紀二十一西貢區營業董事廖鎮紅表示 清水灣澳廊22座中層市室一房單位 實用面積460方尺 以750萬元逆手 實用尺價16304元 原業主於2017年7月以749萬元入市 持貨六年轉售 賬面只賺1萬元 計及離印費等支出尿洩餘34萬元 有業主劈價百萬沽出單位 美聯區域經理黃紹明透露 將軍澳而心圓一座低層紙室 實用面積601方尺 三房套間隔 五月圓叫價720萬元 濾減100萬元 中以620萬沽出 實用尺價10316元 不過原業主組於2005年 以198萬元入市 賬面大賺422萬元 賺幅予2倍 長益地產區域董事黃慶德表示 屯門新屯門中心9座高層 七三房戶 實用面積597方尺 以608萬元賣出 教員開價下調42萬元 或6.5% 實用尺價10184元 不過有用家沖景式口見頂在職 趁機已嫁入市 香港置業高級區域董事黃慶龍透露 路運站為港灣3座高層的 七三房套單位 實用面積698方尺 開價1430萬元 獲首置客以價至1293.8萬元購入 減幅近一成 實用尺價18536元